点击上方的篮子 关注时点电影本来不想说 创演时代这部剧的 之前才出的时候 老妹儿看了两集就两眼一翻 直接工伤 赶紧戏剧保命 但是前两天 这部前期收拾扑街 烂得十分平庸的电视剧 竟然被炸上了热搜 相关话期 紧Angela Baby回应演技争议 紧送一演技紧都排阶了热搜前时 两位女主演的截图对比 中途对比 同场戏对比全网到处是 看着大家都在兴致勃勃的讨论演技 就忍不住又点开了第三集 现在看到最新一集的老妹儿 真的是满脸黑人问号 演员表现什么的 都还是其次吧 这句最差的 难道不是编剧吗 创业时代一开场 主角们就纷纷带着自己的专属色号 强势出道 黄轩饰演的郭新年 婚姻 事业双双惨败 人生全黄 安卓了baby饰演的投行精英 纳兰 一大早去男友家 结果捉签在床 当场杯律 大家顺带可以无奖尽猜 下baby杯律后的真实反应 是一下哪张截图 记住这个表情 以后大家还会在这部剧里 或者baby参念的其他剧里 无限循环传到恩家一次 周一维饰演的IT男罗维 被领导炒鱿于外加当众羞辱 气得发红 这么大气大落 剧情一定很刺激吧 EMM 然而并没有 首先老妹儿不能忍的一点 就是剧情发展全靠尴尬强推 编剧的金手指一路开 换 指哪打哪 没有一点道理可讲 黄轩上午公司才当倒闭 下午就想着再次创业 去了顶级投行洛贝斯捧磁 然而他拿去护药 人家的杰柱创业项目 就是个手机密码锁 分析师 你和手机自带的密码锁有什么区别 黄轩 我们是不同的 这是一项伟大的创造 分析师 如果有了自带锁 你们的锁还有什么意义 你们的密码还要用电脑潮开 会不会麻烦了一点 如果这么麻烦 你们怎么盈利 黄轩 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 编哪 你好歹是个后期要成长为IT界传奇 那天才是人物啊 董珊在起的初步是谁 你就拿出这样一个经不起推销的东西出来 会不会太草率了一点 可老妹儿万万没想到 更草率的还在后面 荣慈受挫后 黄轩一个人骑行去了西藏 但这将近一级的篇幅 怎么能白白浪费呢 男主角不仅事业上 要有蹭蹭蹭的灵感 情感上也要有一些发展 啊 于是编剧让黄轩和安静了baby强行神交了 原本两人从来没见过你 谁也不认识谁 黄轩只是阴差阳错的拿到了一张baby的名片 但此时什么都阻止不了 他内心那种要按剧奔走的猛烈激动 隔着十万八千里打电话 过去和baby道聊 结果这边 baby的脑回路更加清奇 还两条神如他 在遛狗时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男子的 大煞电话 还能耐心的听了一路对方发的牢骚 对待这种上来就说 自己空虚寂寞冷的男子 也没觉得对方是变态神经病 反而觉得 嗯 这人真有意思 于是两人通过语音 一来一往 进展神术 说实话 这种没有误会 不靠特殊行径 就无法升温的感情 实在让老妹儿费解 编剧啊 这都八千里二十一年了 你都在写移动互联网了 天天见面确实不相认的 这种狗鞋老狗就别用了呗 可不到时来急了 他俩还没正式见面 剧情粗致滥脏 但该有的戏剧冲突还是要有 于是编剧再次大手一挥 设置了个坏到无下线的反派角色 baby的前男友金城 每当其他人物发展顺利 镇静故事讲不下去的时候 这个前男友就会出来搞点事情 黄轩baby成为交心知己的时候 前男友带着老爸去baby家逼婚了 baby正要办黄轩分析项目的时候 前男友飘窃项目强势山寨了 黄轩的产品研发场先一步的时候 前男友找人去把黄轩电脑砸了 前男友好忙 比黄轩还忙 要不是他 早就群聚中了 一个又没啥本事 又有嘴化舌 又暴力偏执 又像左低级的纹酷富二代 baby和他谈了八年的恋爱 也不涂他的钱 那编剧你告诉我baby涂啥 王学尔老师也是有这样一个儿子就该让他像前两集一样 踏踏实实在家花钱多好还非得让他拼事业 挣出这么多妖蛾子撑起了剧里这么多个又臭又长的抓马情节 不仅剧情又假又尬 角色还经常自毁人设 分分钟开启沙雕模式 编剧为了让人物形象足够有辨识度 已经处理的足够扁平化了 但在具体情境中人设还是立不住 处处有bug 黄轩明明应该是个形式简单 想把单纯IT奇才 但编剧好像对天才 好像有什么误解 好几次把黄轩生生弄成了做事不分心中 经常坑队友的主队长 发现项目被剽窃 第一时间不是选择告诉团队 商量对策 而是自怨自艺 然后继续默默的开发产品 直到团队成员从外人那里得知消息 主动在黄轩对之时 他才坦白一切 话说就这种丝毫不顾及团队的形式风格 天使投资人和初创员工 是怎么看中他能成功的 你们也看到了他的主角光怀吗 Andra Baby明明应该是个公司分明 业务能力极强的职场女经营 但第一集里 前男友在公司当中是个爱 Baby就被干扰到没法正常工作和思考了 周一维有意来套近乎 走关系 Baby本来一直都是保持距离 义正言辞的 可一听到对方要请自己去 阿戴尔的演唱会 就立马露出了这种一只微笑 这算什么 被人找准讯好后 态度就能180度大转变 高级投资分析师的专业性还要不压了 周一维的角色也并没有好很多 按照先前设定 周一维明明应该是个有本事 有想法的实感也新加 虽然薪资重点 手段也点 但不至于这么像个江湖骗子吧 但自从周一维走上创业之路后 就开始不说人话了 特别爱给自己员工画大饼 增加值 什么是值一百亿了 我们是改变历史的人 拉这类的鸡血就开口就来 员工对公司产品有疑问 周一维没有想着怎么解释清楚问题 而是进行了新一轮成功学习脑 好歹是从政经大企业里出来的人 说话做事应该靠谱不少 为啥聊起自己的借务范围 还这么满嘴头火车啊 不过这个角色倒是确实抓住了一个很现实的点 那就是市面上的许多创建公司 真的都很像传销组织 除了剧情和角色有问题 时间线的混乱 也是许多观众无法接受该剧的原因之一 开始时 观众都以为创业时代 是个发生在几年前的故事 毕竟所有角色开口闭口都还在强调 移动互联网还是一片蓝海 显然和当下的社会发展已经有点距离了 可是越看越觉得不对劲了 主角们用着美图手机 温时系统 聊着斯诺登事件 穿着最新款的时装 这种随心搭配 怎么看都很出戏啊 被吐槽的太多 导演而见就在自己微博上发文做出解释了 这不是我们剧组不注意细节 我们就是故意的 这是剧组选择淡化具体年份的 结果 创业是一件现在进行时的事情 我们希望大家能更有代入感 感觉这解释还是有些天场吧 不是不可以年份 就像做淡化处理年份的好吗 如果真的想让观众不在意具体年份 那就更不该出现时间属性如此明显的调剧或者台词呀 主角们一边用着滤镜堪称化联的先进手机 一边还在争执着语音信息APP的发展前进 观众是要有多分裂才能带入这种极度违和的情节呀 创业时代和之前其他的职场剧一样 还没开播前都是这样吹噓自己的 我们不一样 不一样让他们是披着职业外科的恋爱剧 我们是正经职业剧 我们有着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主旋律大背景 有着真实故事被剧本打底 有着前作口碑在线的制作团队 甚至在拍摄阶段 就作为良心剧组 接受过央视采访 把成品一出 起贴豆瓣3.6 可能是观众对baby下两年的口吐演戏缘念太重 这次新剧一出 baby演戏又被各种吐槽 安卓了baby在重阳前发了条微博 说自己接受批评 后面的剧情会越来越精彩 老妹儿在这儿借用奇葩说第五季 李导师 高晓松的一句话来作为回复 不是后面的剧情没有开头了 就叫做渐入佳境 如果真的是好作品 麻烦让观众第一时间就能看出来 而不是风评都已经差到不行了 再出来勉强晚尊 本文图片来源于网络希望有一天 国产职业剧可以不用再靠满身名牌赞助 来显示角色的职场专业度 不用再靠把我是坏人 刻在脑门上的反派角色 来刻意制造脱离现实的喜剧冲突 不用再靠突如其来的大吼 来强行输出剧情根本称不起来的价值观 那么观众就可以说 我们终于有一部合格的职业剧了 到时候 老妹儿一定含泪把这些好剧吹爆 更多分类好片 现在是点电影